他知道了临终意念最为重要 平常念佛就是为了临终时 能够提起这句佛号 真正做到心不颠讨 这个人就是决定了能忘祟 所以最后这一念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他近日来弟子听到有些人说 他举了个例子讲 一个人在这个车货当中 全车有四十多个人 这个大车是从桥上坠到十公尺下面的江湖当中 当然全车的人差不多都尼烂了 他说其中有一个女众 她很幸运的 好像身体都还没有受到伤 但是精神恍惚 当然在这个大难当中 他说呆坐在江边上 不知道事情的经过 想必是有鬼神护卫他 这个所以有人就说 只要平时 幸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即使念佛 未得清净心 或者临终时没有念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也会来接应 也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说法正确吗 正确不正确 不必问我 一定要依教不依人 我们一定要懂得释迦牟尼佛 当年元吉之前 给我们说的四义法 第一个是 依法不依人 法是经典 经典里头又没有这个说法 如果没有 我们不能相信 经典要依什么呢 一定要依尽宗的经典 那我们是修的这个法门吗 我们这个法门 所依靠的经典呢 现在是六部 无经一论 那么经上有说的 你可以依尝 绝对没有问题 经上没有的 哪一个人说的都不行 菩萨说的 我们也不能够听 这个读 要是去读 善导大师的 这个 官无量寿经四帖书 你就明白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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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导大师 这是很多人晓得 是阿弥陀佛化身在来的 那么善导的话 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观经上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要记住 所以这个说法 如果经论上没有这个想法 我们不能采取 那我们还是一定要老实念佛 临终的时候 自己不能念的时候 要靠注念 注念是念念提醒自己 就是 就是 感谢观看